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在6月份我们提到了英特尔笔记本CU的情况 也顺带提了一下14代桌面端的一些消息 相较于笔记本的CPU来说 桌面端酷睿产品要更早出现 让我们来看看几日曝光的具体参数吧 首先是时间 14900K、14700K和14600K三款CPU和它们各自的KF版本 将于10月16日晚9点接近性能测评 17日晚9点正式开始销售 非K系列的TDP65W相关产品将于CES2024时间线上市 预计时间为2024年1月10日左右 其次是参数和性能 虽然为新一代的CPU 但是架构仍然为13代的Raptor Lake架构小改 后坠多了一个refresh 俗称其内啥 在产品线上依然维持以基础TDP为标准的分类 核心总体上不变的情况下 频率整体提升了0.2GHz左右 14900KS的频率来到了恐怖的6.2GHz 妥妥的人类感谢进度62% 核心部分则基本与13代一致 不过有两个不同点 第一个是14400出现了两种版本 一种是13400换皮的六大核四小核版本 另外一种是六大核八小核版本的强化版 第二个是i7系列获得了加强 整体多了四个小核心情况下 缓存从13代的30兆提升到了33兆 可以提升一部分网游性能表现 对于主板支持也和13代基本一致 B660仍然支持这一代CPU 各大厂商的BIOS支持也已经放出了更新 坏CPU的小伙伴记得提前更新BIOS 除了基本参数以外 14代表现又如何呢 很遗憾的是只能通过14900K的成绩来简单分析一下 在CPU-Z测试中 14900K的单核和多核成绩分别领先13900KS3%和5% 领先初代大小核大哥12900KS单核13%多核34% 隔代提升还是很明显的 不过在Jikbench 6.1基准测试中 虽然单核领先13900KS2% 但是多核却比13900KS版本落后12% 如果不是设计或者其他意外原因 出现这种倒吸性能的情况多半是散热能力不够 CPU-Z测试的压力比较小 对散热的要求低一些 还得等待正式发售以后更多测试结果来看看 综合来看14代相比13代除了i7以外的型号 性能提升相当有限 大约只有3% 如果你是12代CPU的用户 主板内存都不用更换 无痛升级14代也是很舒服的 但是如果你是13代用户 继续用才是你更好的选择 好了以上就是英特尔14代酷睿桌面端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各位觉得国行定价会是多少呢 都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中一起讨论哦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